歌手吴若曦 1月10日晚在香港湾仔某酒店出席慈善舞会 当天吴若曦有一件开心事 是她终于找到了遗失了一个多月的结婚戒指 之前一直没敢和老公说 现在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哎呀你这么出心大意 不怕老公生气吗 因为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体谅 而且非常非常好脾气的老公 那所以我相信如果她真的知道我不见戒指的话 她也就是会说一些话给我听 但也不会发我脾气 或者最多离婚 离婚的话我会跟她争抚养权 另外本月12日是TVB竞歌金曲颁奖典礼 虽然吴若曦表示现在的心态对拿奖虽缘 但毕竟观众已经认定了新梦娱乐有一姐之争 有奖拿的话面子上应该也更加说得过去 非常有 因为其实每一次去颁奖礼都是要抱着一个去跟大家聚会的心态 那所以对于聚会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聚会我是觉得自己是里面其中会制造气氛蛮搞笑 而且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和观众 因为每一次我听歌的时候我就会在台下跟着一起唱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